要接力到货接种速度也加快 要让越来越多人接种第一季有保护力 只是现在第一季打完后 第二季选什么厂牌 能不能混着打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混打是危险趋势 因为目前Delta变异病毒株快速在世界各地蔓延 统计已经超过一百零四国出现 很快成为全球主流病毒株 混打疫苗目前研究对健康影响的数据少 恐怕会陷入没有证据的状态 这对未来接种第二季第三季将会是混乱的状况 目前比较有数据的是 AZ疫苗跟BNT肺瑞疫苗有混打的一个数字 就是它的不良反应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如果是先打AZ再打BNT的话 看体可以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说混打疫苗 大概就只有AZ跟BNT是有一点研究的根据 那其他的疫苗之间的混打我们都不建议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疫苗都已经排成好了 会造成一些疫苗排成的一些混乱 国内专家也认为主要原因恐怕会造成 疫苗管理上的混乱 再加上随着病毒变异 目前国际间对于混打疫苗研究数据少 还没有明确结果 需要更多数据来支持 三一兄余的请离婷看不到